記得喔 前面可能會用那邊 哈囉 Camry 的各位車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也是Camry 的車友 我也是開六代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Camry 的六代 那這款六代的話 有引擎的動力 有2.0、2.4 還有3.5的V6引擎 那這款的話是 最受到車友們歡迎的2.4 其實經理自己是開3.5的 因為我有動力過小正後群 動力太小的車 而不是很習慣 這款是2.4的 因為它的稅金 剛好是2400cc之內 所以動力也比較大一點 然後稅金的話也比較合理 那今天的話 因為這台車是09年款 車齡大概十來年 可是 里程數沒有很多 但避震器的話 四支有三支都漏油 所以車主形容起來呢 就是避震器壞掉的典型狀況 因為這台車本來就比較舒適 那避震器壞掉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吸附彈簧的晃動 變成在高速公路 或者是路面不平整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 那原廠的避震器正常的時候 它可能會坑洞 然後有第二次的小幅晃動 那改裝避震器不同的地方是 它遇到坑洞 一次就吸附住了 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今天要降下來的車高 原廠的話大概是 四指幅左右吧 那待會要降下來的車高 是大概兩指幅 那這台車前後 都是賣花成的懸吊系統 從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的 Camry 全部都是前後賣花成的 到了2019年款的 18年款的還是2019年款的 Camry 8代 進口的這個四代 Camry之後 的懸吊才改成是 後方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TNGA底盤 那所以這個四代的話 它的避震器的話 都還是賣花成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原廠避震器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可以看到這一支 哇這個都漏油漏得比較嚴重 所以都有一個明顯的油漬 尤其是這個都已經有看到 有阻鈴油在外面了 附桶的話 一般要漏到這個程度 其實也不簡單 這個用的年份的話 應該有一點久 那這個 Camry 的車系 它的前面跟後面 因為是賣花成嘛 所以它都有一個上座 它的前面因為是賣花成 它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這個軸承也好緊 它有一個軸承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轉方向盤 左四點 右四點的時候 它還要負責轉向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震動的吸附 還要負責轉方向盤的時候的轉向 所以它前面的 算是會比較 比後面做動上還要來的嚴苛一點點 那這個都有上座 這個後面的話也有上座 那一般改裝的避震器 通常都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可是像這一款車來說好了 它的車齡有大概11年左右 一般來說 這個上座的軸承也好 或者是橡皮也好 一定會有劣化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是如果里程書用的比較多的 然後它的上座都可能會有一個 會脫落的狀況 所以如果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在拆到改裝避震器上 就會有一個不知名的 不知的位置的一個風險 因為不知道這個上座狀況是好還是壞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不得已的一個地方 就是才會去沿用原廠上座 像這個上座如果要沿用的話 那它在組裝時候的話 也有特殊的技巧性 譬如說它這個軸心有缺角 它這個前面的軸心有一個缺角 那這個缺角要跟它上座的孔徑是要吻合的 然後也有特殊的方向性 所以在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有組裝的一些小細節 都是需要特別特別注意的 但是改KT的話 不用煩惱這些小細節 因為KT的前面跟後面上座都有附一個新品 那這個是後方的上座 後方的話又更厲害了 這台車它的上座是有一個斜度的 我們從鏡頭從這邊看過來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它的上座是需要做出吻合的斜度 然後它上座的話 如果KT的話是用沿用原廠上座 那也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上座KT也有附上座 那這個上座如果有的設計 是做一個鐵套或者是橡皮式的設計 那樣子的話 車友們應該有很多的五代六代 甚至是七代的車友 如果不是像這樣原廠型的上座 它的易營率非常非常高 不幸的話可以問問看Kemory的車友 所以最棒的方式是像這樣原廠型的上座 KT的話為了這台車的後面 費了很多的心思 譬如說這個上座我們就附原廠型的新品 然後在防塵套的話是附一個家常型的防塵套 能夠全部照住裡面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所以防塵套還有上座都是專用的規格 另外這一台車的彈簧有很多的車友 在改裝Kemory五代六代七代的時候 會覺得後面怎麼做就是不舒服 但是KT為了這幾款車Kemory 後面我們打了一個大圈徑 然後是和原廠上座形式的一個彈簧 是打4公斤彈簧 待會會會特別介紹這條彈簧給車友們認識 所以這一款車的後面彈簧非常非常的挑剔 所以這一個車系的車友 如果有改裝避騰器的話 可以來試乘看看KT的一個感覺 是不是會比較舒適 因為我們有Kemory六代的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所以這個是原廠跟KT在改裝時候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就是會介紹到一些調整的部分的細節 這個是KT的一個結構設計 它是做一個高低統身可以調整的結構 所以這個是靠下方的角座來調整車高的 今天預計大概兩指幅 那這條彈簧就是經理剛剛所介紹到的 它是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所以它的線距很開 它不是配直捲式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一定一定會好很多 那它的上座形式是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家常式的一個防塵套 它會把軸心全部都照住 也不會有擠壓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最設計最棒 對軸心的壽命是最有幫助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這些理載串 或者是油管架 這些不用再多花錢用改裝的 直接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上座好了 你從那邊拍攝 這團車如果要拆避震器的話 還有點麻煩 需要把後座屁股座的地方 還有椅背都要拆下來 才有辦法拆卸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三顆螺絲 所以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拆下來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裡如果沒有這個機構的話 如果車友們有改裝其他品牌的話 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需要把這些椅背、椅墊全部拆掉 才有辦法拆 有辦法調整得到阻尼 但改KD的話不用這麼麻煩 KD的話有附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這個軟管就是了 這樣拍得到嗎 可以喔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到軟硬度了 往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是在調整的時候 畢竟它的後背靠的椅背 是跟這個杖板是有夾住的 所以如果要調整的時候 可以用一隻手把椅背 椅背把它扳開一點點 再做阻尼的旋轉 它才不會被這個椅背所夾住 就不會有緊緊的感覺 手感就比較不會那麼的模糊 那調整的方式很簡單 左邊跟右邊啊 阻尼一定要對稱 一般來說 像今天的胎是17吋的 大概是會落在15段到20段這個區間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的喔 前面的話 因為Camry的話 很多車友的要求啊 都是要很舒適的 所以第一點 我們先來介紹這條彈簧 這條彈簧的話 它是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就是它不是直捲式的 但Camry實在老實說啦 它的如果用直捲式的話 也還可以 可是我們為了要求到 更高的舒適度 所以前方的話的彈簧 也是打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那這一款車 受到很多車友的好評 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是做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所以它的彈簧的線徑 跟線徑之間的距離啊 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操控的時候 應該有的程度會有 那它的舒適度的話 也因為這樣的結構設計 會比較舒適 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配直捲彈簧 直捲彈簧 它的作動就是直上直下 可是大圈徑的彈簧 或者是葫蘆狀的彈簧 它往下壓跟回彈的時候 有大概30%的力道 是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下壓跟回彈的一個曲線呢 就會比較平緩 比較緩和一點點 所以比較適合休旅車 或者是有對舒適度 有比較要求的車子 就會設計成這樣子的彈簧 那它的一個離載串 這邊離載串的話 也是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架 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那KT還有幾個值得縮嘴的地方 就是除了上座前面後面都有附之外 KT的用料也非常非常的好 像是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進口來台灣的IP的阻尼油 因為很多的油品 像是機油也好 或者是變速箱也有也好 品牌雖然很大 可是它是授權來台灣 來混裝的油品 像是在新竹的湖口 或者是台中的無漆之類的 這個都有很多的大型的混裝油廠 這些都是正牌的沒有錯 可是它是由外國的機油商品牌 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一個分裝 但我們使用的意大利IP的主名油 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它的單價雖然比較貴 可是它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如果車友們有騎這個大型重系的話 在意大利有一個品牌很知名 是Aprilia 那Aprilia它的前叉還有後避震器的指定擁有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所以它油品相當的不錯 然後在油縫的部分 Toyota車系啊很多的車友 其實都會推崇日本Tim的品牌吧 Tim的話算是在日本 最大的一個改裝避震器的一個製造商 它所使用的油風 Tim所使用的油風 是使用日本最大的油風品牌 叫日本的NOK 如果車友們對這些工業的一個品牌 比較不了解的話 可以在Google上面搜尋 NOK 然後空白 Oring 或者是NOK 然後Parking 它就可以知道這個品牌 是日本最棒的一個油風品牌 那當然啦 這個品牌的話 它不是比一般的油風 貴個一成兩成 它是貴了好幾倍 那當然它貴了那麼多錢 有它的厲害的地方吧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也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風 那所以它的壽命當然就會比較長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KT啊 這個品牌 不是偽油他人所來代工的避震器 我們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今天經理在這裡介紹的地點啊 是台中的毯子 這裡就是製造KT的工廠 所以如果啦 即便KT用地要用得那麼好 可是主泥油用久了還是會獵禍啊 有可能用了三五年之後 要做整理這些所有的零件 包含剛剛介紹的上座 裡面的防塵套 裡面的饅頭 或者是桶芯裡面的主泥油 如果有損壞 都是可以單獨拆開來做翻修 不需要油壞掉之後就換種成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維修的 那最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自己可以 經理自己也是開Camlory嘛 所以如果啊 車友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詢問車友之間的回饋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直接啦 因為你要問車友什麼品牌好 什麼品牌不好 但是每個人推薦的方向 會讓車友們會很混淆 那最棒的一個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就是自己實際的車啊 來乘坐看看 像剛好我們KT的工廠 就有Camlory 所以很歡迎Camlory的車友 來預約來試乘 那覺得試乘時候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呃 BMC的選擇 經理是建議這麼來做選擇 那如果車友們有對價格也好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再請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謝謝 以上是今天 Camlory六代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車友再見 拜拜